哈喽,大家好,我是香菜大厨,不吃辣 今天应粉丝的要求,给大家分享一道香辣手丝鱼 这是一个辣鲜鱼 然后我刚刚放了一点,这是温盐水 把它浸泡两至三个小时 让它里面的一个盐分吐出来一点 这里面这个技巧我已经分享过很多次了 一个辣货里面,辣肉,辣排骨,还是辣鱼,辣鸡,辣鸭 在我们操作之前,都把它用温盐水浸泡两三个小时 让它里面的一个盐分吐出来一点 所以待会,时间到之后,我们再进行用油炸 然后,这里搭配了一点其他的食材 一个蒜,一个小米椒,一个牛羊豆子,和一个干辣椒粉,以及这个蒜椰 等这个辣鲜鱼泡好之后,我们就进行走一下大油 好了,现在这个鱼已经泡了将近三个小时了 我们要把它进行走一下大油 把油温烧至起成热 然后把鱼泡下去 最后的目的,大油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鱼肉更加紧静一点 可以了 然后把它放入这个盆子里面 把这个豆子,盖在这个上面 再放入蒸锅里面,蒸半个小时 现在我们把这个炸好的鲜鱼放入蒸杯里面 蒸30分钟 蒸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撕了 刚刚这个,辣鲜鱼已经蒸好了 下面,来把它撕一下 然后这个,豆子先把它放在这里面 待会就一起炒 这个鱼,这个头就不要了 还有尾巴这一块也不要了 如果像这个菜做出来更精致更漂亮一点 像这些一个主吃都可以不要了 只要有点光肉啊 然后撕出来就是差不多这么大的一个小的块 好了,现在这个鱼已经撕好了 然后下面的时间就来准备把这个黑料切一下 把这个蒜叶切成这个小的段 蒜把它切成末 小米椒把它切成末 好了,这个小米椒 好了,下面这个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 下一步就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一把锅,倒入,拿出来炒烤 好,来,开净哦,出油 这个,撕好的一个鱼块 我要就稍微就煎一下 把它蒸到一个水器把它煎干 现在它炒起来就更香一点 稍微就煎一下 好,然后加入蒜骨 还有这个小米椒骨 还有这个干红椒粉 然后炒香 口味 还有小米 一勺一勺一勺 香油 可以挺多吃 然后把这个蒜叶放下去 然后把蒜叶放下去 拿点蚝油 去锅 好,朋友们今天知道,香腊手势鱼 整个烹饭过程制作完成了 这个四折 看来应该是很诱人 很消贩 今天这道菜,刚才我也讲了一个关键点 就是这一个鲨鱼的 咸淡的一个处理 我们一定要把它泡盐水 用温盐水去泡 泡两到三个小时 它的一个盐分才能会吐出来 那么这个菜就成功了一半 如果这个菜因为盐分没有处理好 以后面去加工去 后面去加工去处理的话 这个菜怎么做它都会行 所以说刮业脸要保护住 所以说下面我替大家简单的试一下味 香腊下饭 也很下酒 这道菜也是湖南人 都非常喜欢吃的一道菜 非常适合下饭下酒 好,大家如果喜欢香菜到主故事那做菜视频的话 可以关注它 如果是做的好的 记得点赞关注 评论加转发 或者不好了,请给予诚感的建议和指点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